我来逛逛成都的奔达店 好像是一家集合店 我刚刚又被这辆车信了 CU525 果然 吸引你的东西 人或者物会一而在 再而散的吸引你 我感觉它很轻 坐姿也很舒服 但是当时我没买 当时我觉得它有点高 我今天骑了一下 觉得还可以 这边是自换下来的 它突然过来提那个 物质的仿晒690 仿晒就算了 然后它把这个收拾就放在店里面 后轮400吗 还是很好看 嗯 没得翻来我以后的吧 有些小问题就是有一个客户 明天要来就客户说是 这个文化标的显示 跟第二个传栏起来有问题吧 就是跟小问题出现了两次 其实我的游标也出现过一次 不太尊 它显示是蛮有 但其实只有三个有的 它不是这个游标 它的游标是因为 因为车子在行鞋的时候 它有一个区别 但是它蛮有或只有三个有 它的差别还是有点大 这边是一个机械式的游标 然后重提车子载 我们在转 zou 但是它就开了一点点 它就有的不错 当你把它的口痒打开 或者重新再加一次철 它就不有可能是救出 对 我只出现一次 现在它的推的是有个问题的 明天又开不过 它不是ana 不 rare 就是私促票 不是 branders ma 有些也不finced 就是 KRX 或者是那个 ABS传感器 或者是通知离感应有问题 反正现在 中午协仏鞋30派 只有两筷出来的问题 没限 只有两筷有问题 这估认就知道吧 其他就是这样的 就得是因为 其实今天 今天本达的质量比一样好很多 本达的质量比一样好很多 本达的质量比一样比较好 就是19年从经济拿开始保护的时候 他们灿烂可以多买充分工赞 但是你看他从19年开始到现在 一直持续有保护 差不多15年了 那钱全都有大会去投资 那今天本达在修了的 行李全都没有 就是我买本达的时候 好多人都喜欢我不要买本达 但是我买了以后 我现在开了2900公里 我觉得还可以 他一般其实很多人他不可能不大习惯 他想说偏美食一边的车子的车子车轮轰 他可能跟人偏日子车轰轰 他有点 就是车轰质量会不一样 但是他现在没的大的质量问题 我有两个分子小伙伴 明天去骑车 灰色250 所以新手骑灰色250 你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是 从新手操控这种的时候 灰色250的操控 就稍微要大一点点 然后不知道你做鱼上来骑的时候 可能手发有时候多怕一点点 刚开始骑的时候 可能会有个直车 要怕一点手脚要大一点点 可能上次拉就稍微要大一点 其实基本上只要习惯他这个就好 黄海银的预生和移民 无计可能对着有个手段 排款可能需要好气 就要调一个跌风板 就要调一个前面 真的要实力的实力 或者假设就会好一点 只要身高高 比如有一个移民 有着落的移民有点少 他提防假设有样子 他都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不是新手 他只是提本达的车 第一次用本达的车 提灰色250 也没的啥是需要注意的 基本上 基本上还是吧 会是2.0高费这种 2.0级别的车型 它的调就要多方面 它们都比较沙发 你做一个车子来说 你前两天的车子 你也没觉得他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没有 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不是总 他总是总 是因为他总的每次去 每次去的车都可以重点 加上他 比较相对于CEO2 那种车子来说 他不能处得更大一点 更长一点点 但是有的人看了 车子短了他觉得不好看的 像以前的经济达 他就比他车子短一点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没了会是2.0能打起来 我现在看到这个角落 其实还有买其他品牌的 5G 还有开月 开月 那你们买下来 现在哪个开月的品牌 这个品牌的程度远不一样 我们买开月的话 偏年轻一点吧 加上今天是欧林 不管是5G的欧林区 还是会是的欧林区 我觉得皮肤的年龄度 往上提了 那春风 5G和本达 你哪个看的三个牌子 春风的话 我们也有很多小伙伴是起春风的 然后我们举了个刷类表 对 来的就是春风 然后里边要修的春风 修的前江 哦对 还有前江的四个牌子 前江跟春风在放晒的类型 要做的好一点吧 但是如果皮肤要买个熊 它基本上大概的80% 它不会考虑前江跟春风 我们皮肤的反馈的时候就是 三个牌子上出了很多年了 外观已经有 从20年了 20年开始已经有几年了 它不是出了自动刀吗 但是它外观是一样的 它这样子有同一套的那个东西 它一成本就会更低 春风算是春国餐还是活着啊 春国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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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其实都在小牌上已经 都已经搭起来了 目的是因为巡航买的好 然后巡航扣背好 本达是自助巡航 目前来说是富足巡航 然后春风跟前江江买的好的 其实就是 25令 15令这级别的方式 现在起本达没得让个人家嫌弃了 因为本达就是 嗯 嗯 妈咱 如果本达来算了 本达已经算了 是准二线品牌了吧 是吧 不像以前前年 大家对他自己去一件 不喜欢他 觉得他质量不好 现在就跟你说了 春风无际前江 那你可能说的障碍就是 开业很大 嗯 为什么呀 我是跟斗鱼签约 不然在斗鱼 你能不戴个口罩 免得我打马好吗 不行 它技术不好吧 你还骗着你 不是 它砍上去几度很好 他们说ADV才是最终的归宿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5号 我还在成都都江宴 今天终于把我的灰石250小绿 来做了第二次保养 现在的里程是 2921公里 才来做第二次保养 今天保养的价格是 340块钱 两瓶机油 一个机心机率 把我的小绿又好好的清洗了一遍 擦拭了一遍 我才发现我连它的膜都没有撕 刚刚把它的膜撕掉 好像又是一辆轻车一样 我后面的标石做的不够好 今天水一冲就掉了 所以我还在这里把我的标石重新做完 一切准备就绪 才往新疆西藏那边开 包括我的衣服可能还不够 虽然我有夹层的防寒防水的防风的骑行服 护具也买好了 保暖内衣也买好了 但是还插一层中间的夹袄或者说是毛衣之类的 因为这几天即使是在四川这一带的深山中骑行 到傍晚差不多6点7点的时候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的衣服它没有办法让我保暖了 总之这一次没有直接越过成都往新疆西藏的边境走 就是为了在这最后一家店把我的保养做好 把该添置的东西添置好吗 我今天有看到B站有两位小伙伴说明天也要去提灰石250了 问我要去提车要注意一点什么 那刚刚我们专业的人士已经给我们回答了 那对于我现在也算是奔达摩托车 惠石250小有经验的车主来说 我倒不觉得需要太注意什么 可能唯一要提醒的就是提车的时候 小伙伴们还是试一试它的离合器给你调节的 是不是适合你的手感 会不会太松太紧 然后在车上试骑一圈 看看它油表的准确度里程 还有一些小小的一响是不是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安心的骑回家吧 毕竟现在奔达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沉淀和爆破 他们在质量上在今年这一批车的新车型的质量把控上 确实有了实实在在的数倍的一个提升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就去做其他准备工作 我们继续往我们的目的地出发 我们继续往我们的目的地出发